鸭头出锅 麻辣鲜香的感觉 漂亮 重庆麻辣香酥鸭头制作现场 大姐 您一天能切多少个鸭头啊 一个人最少一万个嘛 一个人就要切一万个 对 这工厂一天加工多少呢 十几万嘛 鸭头都是这样一切为二 我们鸭头买的特别好啊 卤好切好的鸭脑皮 现在放入油锅中炸制 每一锅鸭脑皮都得炸12分钟 炸好以后就是这种色泽金黄 口感酥脆 鸭嘴完整 鸭脑完好 加上辣椒 这都是分别是什么辣椒啊 一种贵州辣椒 一种我们本地的辣椒 就是一个虾 一个辣 对的 加上红花椒 绿花椒 猴鱼鱼 绿鱼鱼 然后再加上芝麻 再加上青辣椒 三种花椒 然后整个味道是它鲜香麻辣 再加上白糖 糖油 鸡精 味精 再加上料酒 这个香料还得再炒多久啊 小火煸炒8分钟 有句话叫有味使之抽 无味使之肉 炸好的鸭脑盆 老板这一锅是多少个 184个 这184个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是吧 对的 这都是标准的配方 标准的用量 你看老板炒的都是这么的潇洒 老板在这干了多少年了 干了30多年 你炒的手法有没有讲究 有 有 有的 对的 如果炒的不好 都把牙对吧就炒烂了 哦 不能太用力了 不然鸭头就炒虽了 对的 要轻轻的 好像对老公一样 比对老公还要温柔 哦 比对老公还要温柔啊 像口味小孩子的小孩一样的 是吗 对的 这整个味道已经气候到鸭头里边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 鸭头出锅 哇 这就是这种麻辣鲜香的感觉 漂亮 老板你一天炒多少锅啊 三十锅 老板炒了三十年 一天三十锅 一个月就是一千锅 一年就是一万多锅 三十年就老板已经炒了三十六万锅 漂亮 这个是包装好的鸭头 是短保一百二十天 我们打开一个 逼着油脂 鸭头的特点就是香酥脆 鸭嘴都可以直接嚼着吃 煮乱身子煮烂嘴 这个头完全是可以嚼着吃的 把这个油脂味道全部进到了鸭头里边 这里追求的就是肉感 这不管是做个零食 下个小酒 这解释无敌了 香香的 辣辣的 吃完一个还想再吃 很棒